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粉丝细数王一博四宗最,句句实话,却是自己乐在其中。 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? 也许这个答案谈恋爱的姑娘都不一定有,但追星的姑娘一定有。 譬如那群喜欢王一博的粉丝,如果不是真的热爱与赤尘,他们又怎么会喜欢上一个一直与自己屏幕相隔,从未见过面的人呢? 于是,当王一博粉丝开始戏数王一博的四宗最时,一切都显得格外合理了。 一宗最,太废内存。 以前的手机,基本上就是个借力工具,打电话发短信而已。 现在为了王一博,需要整日在社交平台里抛着,需要下载各种APP,图文的,视频的,小视频的,图片下载需要内存,保存同单们剪辑的视频需要内存,以至于手机内存频频告急。 可是翻翻记录,这张王一博好帅,留着,那张王一博好奶,妈妈爱你,这张王一博在跳舞累,嘶哈,那张王一博小王子累,好贵气呀,一张都舍不得删,只能忍痛删掉自己的自拍照,就这还不够。 最终入手王一博代言的红米手机,实在是太难了。 二宗最,太废头发。 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要理智,早睡早起身体好,可是睡前看看王一博的消息已经成了习惯,于是社交平台,DOUDL,小视频平台来回反复切换已经成了习惯。 这个视频是王一博街舞合集,那是视频是王一博古装绝美扮相,点赞。 这个营销号造谣王一博恋情点击不感兴趣并把这个营销号拉黑,那个营销号再夸王一博的作品表现优秀。 就长按点赞并且评论区留言演员王一博就是棒,等到告诉自己必须休息,不然头发就再也保不住的时候,已经至少三个小时过去了。 长子以往,恐怕王一博就要为了粉丝代言生发剂了。 三宗最,太废表情。 工作之余,在家休闲之余,只要拿起手机,脸上表情就开始变幻,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神情,看到王一博之后的嘴角比98k都难压。 心烦了,看王一博的图片洗洗眼,以母笑。 累了,看王一博的舞蹈踢踢神,痴汗笑。 看到不好的消息了,赶快去澄清求证反黑,咬牙切齿怒,各种表情轮流切换,无缝衔接。 同事家人说只要自己多重表情快速出现,那肯定就是因为王一博,喜怒哀乐全在脸上,那表情多得恐怕皱纹都要多长几个。 四宗最,太废脑子。 原来粉丝们的快乐多么简单。 看看小说,看看电影,偶尔刷刷美剧,韩剧,分分钟放松自己。 但现在,看完街舞三,四,五,那是为了王一博把各种动作几乎了解了一遍,还要看动作,知道什么是popping,什么是locking,还要研究滑板。 王一博心心念念的Oli究竟是个啥? 王一博演的那个叶先生到底怎么回事? 王一博演的那个雷雨到底非没非成功? 悠闲的脑子为了王一博而动,这对咸鱼来说很不友好。 看着是粉丝为了数罗王一博,实际上粉丝们细数王一博四宗最实的得意都要一出屏幕了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